随着梅雨季到来 花莲市公所在完成排水沟晴雨作业后 更积极地进行环境消毒工作 来减少蚊虫等害虫滋生 而对于国内疫情出现升温迹象 市长也表示 算除虫药剂与防疫有所不同 但会针对重点区域在夜间加强消毒工作 同时呼吁花莲乡亲们务必落实防疫 避免出入人多拥挤场所 清洁队员穿上防护衣 透过热喷雾机针对排水沟 冷孔盖等多地执行消毒作业 为了因应梅雨季的到来 避免蚊虫滋生 花莲市公所在完成排水沟的清育后 更积极地进行环境消毒工作 而近期荔枝村巷也出现严重危害 市公所除了向县府农业处反应外 也将针对市区几处较为严重的区域 协助展开除害作业 今年荔枝村巷的一个危害的情形 坦白讲是比以往都还要严重一点 我想当我们被荔枝村巷所叮咬的时候 其实主要的还是到医院去做检查 我们可以到皮肤科去看 因为我们一般民众也很难确认 它是所谓的荔枝村巷 但是唯一的就是说在这段期间 万一有虫子靠近你的皮肤的时候 不要去拍打它 拍打它只有造成自己更大的伤害 对于国内疫情出现升温迹象 防疫警戒也全面提升为第二级 市长威嘉显表示 会在夜间针对重点区域加强消毒工作 那在这一次的部分 我们从3月9号到5月27号 第一阶段的消毒也持续在进行当中 而进行的状况都非常顺利 那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疫情升温 在花莲也是一个观光区 尤其是花莲市市场观光客必经之处 那么未来会持续的来做相关的一个 主要的重要的一个地点的一个消毒 比方讲金三角也好 火车站前后的出入口 那还有一些市区 比较重要的一个景区跟景点 我们配合花莲县政府 环保局的一个消毒作业 一并来做相关的进行 施工所除了透过里长向里民 加强宣导防治登革热的要点 同时也呼吁花莲乡亲 务必落实防疫 才能确保你我的健康安全 记者 徐立芹 花莲市报导